我看秀的次数很少 看秀是一种享受 但当你参与到这个秀里面 你在走的时候 我觉得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感觉 这次过来 我不光什么都没吃 什么都没喝 而且我还睡了十个小时 但现在我还是有点困 所以说有时候吧 这个时差还是无法抗拒的 坦白说 我真没想抢这个饭碗 这是特别偶然的机会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说要这样走个秀 当个摩托什么的 今天我去Fitting的时候 Mr.Billy说这个挺久不见了 你的头发没了 其实没太觉得自己成名出名了 很多人其实对我们亚洲的面孔也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觉得我是幸运的 我也在一个好的时代 身边有很多很好的人 还是别觉得自己红的比较好 就把自己当普通人一样 然后做自己想喜欢做的事情 等到真的哪一天 这个全世界人提起来这个吴亦凡 都知道是谁的时候 咱们再聊这个问题 我们要走走走 突然间摔一跤 估计以后就告别模特界了 不太害怕 我不太在乎旁人的眼光 他就笑吧 我要继续走 我就挺好的 没事 这博大家一个欢笑也挺开心的 我爱你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完全深入这个时尚圈 虽然未来我想出自己的时尚平台 我也有这个计划了 我也确实一直在关注 但确实说很多时候因为时间原因 我不能全天厚地在关注这件事情 但是这份热爱还是在的 因为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都丢失的话 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没那么开心 但我觉得如果你在做你自己热爱的事情 即使你比较累 你也是很充实的 如果一定问为什么是我的话 也许是这份热爱吧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